四二五事件本已和平落幕 然而江泽民当晚制行政治局 要全面镇压法轮功 最终制造了已经持续了 仅19年的残酷迫害 有学者表示 四二五事件是中国社会的一座里程碑 1999年4月25号 上万名法轮功学员 自发前往北京国务院信访办 呼吁政府保障民众的信仰自由权利 虽然两天前 天津无故抓捕殴打法轮功学员 并且从1996年开始 法轮功学员就面对中共的文宣施压与公安侵扰 但四二五当天 法轮功学员展现出的道德风范 在北京传为佳话 我那个同学是北京市公安局的一个处长 还是北京市政法委的一个处级的一个干部 他跟我很感慨的说 一万多法轮功的学员站在府邮街上 站了一天 他们离开的时候 地上没有一个烟头 他们非常文明 大家对他们评价很高啊 周日在北京发生了中国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 最大的上万民众请愿 在共产极权社会 民众大规模自发和平请愿相当罕见 尤其是1989年中共曾血洗天安门 因此海内外立刻注意到法轮功学员巨大的道德勇气 如果你去研究极权主义社会的历史 你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事情 因为这在极权社会 民众的任何聚集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 都是要战胜巨大的恐惧的 我在99年就是看到 能够战胜这种恐惧的就是信仰的力量 1949年后 中共强制推行国家无神论和唯物论 导致中国传统文化流失 拜金主义和犬儒主义横行 但425让一些学者看到 中华传统文化中 道 义 为社会负责等正面的价值 在线回归 425是一个逞前起后的 这样一个伟大的世界 法轮功学员们在追求信仰自由 追求传统精神的这种基础上 它还带来了一种新的认识 中国传统社会 东方传统精神里头 那种对于人的生存 对于社会存在的关怀 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 4253个月后 江泽民发起了对法轮功的全面镇压 19年来 法轮功学员一直和平反迫害 众伟光认为 法轮功学员遵循的价值观 不变不已 如同中流砥柱一般 成为稳定中国道德的健康力量 新唐记者林兰 纽约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